先生,这是一个叫陈鸿鸣的小书友,今年18岁了,来自福建,最近写了两幅作品,但是苦于受人指点的机会不多,自己又不知如何改进,恳请杨爷爷给点评一下。 陈鸣小书友,你才18岁就写成这么好的一个作品,我给你打80份。《行草书》当中呢,大小错落是应该的,但是有些字呢,《学》和《爸》这两句,在这里边太大了,太张扬了,所以应该给它缩小一些。 字应该是干干净净,里边是笔法要都到位,结构也要写一条,你看这扣子,这扣子整个下边写糊涂了,而且成了一个豆腐块,它应该宝盖小一点,把下边写开张一些。 过字的走针,起字的走针,倒字的走针,还有下边这个锥字的走针,你只会这样斜着往上一条,你可以查查我讲的那个视频里边有,官门讲了走针的问题,它有很多种写法,你太单一了。 有几个字非常好看,龙盘金圣锡,这几个字,你同篇要都按照这个格调去写下去,那这幅作品就很成功了。 我从字里行间看出了你一直在临苏东坡,苏东坡的那个字呢,都扁得多,拉长得少,你再临的时候,多临临苏东坡的尺度铁。 第二个,我建议你呢,不妨写些黄庭坚的字,黄庭坚的字是什么呢? 它开张,长墙大吉,很奔放,揉进来,是黄和苏两个字结合在一起,你会进步很快。